潘姓男子去年在网站UT南部人聊天室刊登原交讯息,被化名小琪的网络巡逻警察钓鱼查获,并被依违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等罪嫌起诉,但高雄地院审理认为,潘南刊登内容无猥亵文字,且他传送给小琪的秘语自称28岁,想找首女,可见潘南并无找位成年人缘交意图,判他无罪,可上诉。 判决指出,去年4月13日深夜11时许,潘南在主处以电脑连接网际网路,在UTHOME网际空间之南部人聊天室内,以昵称高雄找个曲半套留言称不知可以约你,纯帮你安抚,填弄,不插入,能约办等援助性交易文字内容,警方则以昵称小琪的账号与潘南传讯,后一散布猥亵文字及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, 等罪嫌将他移送法办,潘南道案辨称,当时只是恶作剧的心态,没有想要去履行所说的这些话,UTHOME网站已有标示为成人网站并张贴警语,他跟对方的谈话都是用密语,其他人并无法看到,且他不是要找儿童或未成年人,而自己昵称找个曲半套的找个曲就是个曲所需的意思,但不一定代表金钱, 否认犯罪,法院审理则认为,潘南在聊天室中向昵称小琪的警员传送密语称你好,或28岁,喜欢成熟的女性,想找手女个曲,不知可以约你纯帮你爱抚,舔弄,不插入,方便和你谈谈吗?等于,潘南即表明自己年龄28岁,且欲寻找手女, 可见她要寻找的对象是年龄相仿或较为年长的女性,难以认定有引诱或暗示为成年人缘交之意,此外法院也认为,潘南公开留言中并仅提及找个曲半套等,不但未刻意提及性器官,必与引发性欲无任何关联,因此也不构成散布猥亵文字罪嫌,因此判潘南无罪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